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快来看哪 超宏伟的开放世界要 哼 有我了 谁还玩你 这回没有旷野之戏壮党气了吧 画质超强的开放世界 阿尔登法环不难 而且非常好玩 我很意外 它竟然成了我近两年里 最快乐的游戏体验 我甚至还想说 它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游戏之一 从魂系列到血缘到只狼 宫秦高的作品 最广为人知的特点 就是难 受苦游戏 但这次 当你走进黑魂的幽闭山洞 推开血缘的门 在只狼的鬼佛前坐下 教程结束 这个名为交界地的巨型开放世界 在你眼前展开的时候 你会觉得 眼前吹来一阵死亡之息的风 说起来 在旷野之息大获成功之后 一夜之间 所有的开放世界游戏都变了样 全都有了攀爬墙壁的体力槽 滑翔伞 淡雅的UI和音效 但却没有一个 能给人旷野之息当时带来的感觉 一个想要在陌生又充满魅力的幻想世界里 迷失和探索的 充满好奇心的旅行者的感觉 而艾尔德法环 不屑于对这些皮毛的捉猎模仿 甚至到处都是不可跨越的高山堡垒 和一跳就死的深坑 他选择创造一个公秦高式的 完全不同于旷野之息的 会呼吸的世界 于是他就成了旷野之息之后 第一个给我同样快乐的游戏 成为了这个时代 开放世界游戏的第二面旗帜 法环的背景大概是 黄金树的根源 也就是艾尔德法环 在交界地破碎了 持有法环碎片的半神 因其力量而发狂 引发了破碎战争 我们的旅程简单说 就是作为一名褪色者 穿越层层关卡 来到黄金树的脚下 成为艾尔德之王 故事设定由乔治马丁 和公秦高联手完成 能感觉到还是挺完善的 只不过这么大的游戏 文本可以说是西字如今了 和过去的from software的游戏一样 故事的存在感很低 反而是那些偶遇的NPC 能够给玩家留下更深的印象 法环也有很多很有魅力 很有个性的NPC 有些甚至带来了 所有魂类游戏里 最动人的小故事 给这个濒临崩坏的世界 交界地增加了不少人情味 游戏的大部分系统 基本上还是沿用了 过去黑魂的模式 褪色者手持武器 魔法和盾牌 依靠防御和翻滚 跟怪物周旋 防御 翻滚和攻击 这些都需要消耗精力 在一场战斗中 如何平衡这三种动作的使用 管理自己的精力和血量 并保持输出 也是魂类游戏 战斗乐趣的重要来源 而集中力草的 最重要的作用是魔法 法环的魔法 真的是超级强大 不仅种了一多威力强 而且看着也很酷炫 有普通的魔力飞弹 还有魔法大弓 甚至可以做成一把魔法剑 像近战职业一样输出 当然近战也没有被冷落 法环为近战玩家 增加了两个新的动作 防御反击和跳跃战 两个都能对敌人的架势 造成很高的伤害 架势系统 则和只狼不完全一样 敌人都有一个隐形的架势槽 当敌人的架势槽被打空了以后 就可以攻击弱点 造成极大的伤害 对了 褪色者还能骑马 除了赶路 在开阔的场景 还有骑马战斗的部分 和步兵还挺不一样的 除了新增的动作 法环的战斗 还增加了两个重要的系统 战灰和召唤 战灰让玩家可以赋予武器 一个专属的技能 弓 盾 剑 枪 都有能用的战技 基本上都非常强大 召唤则允许玩家 在难度比较高的一些场合 召唤出伙伴来协助战斗 伙伴的种类非常多 有狼群 水母 老头 还有超强的无头骑士 这些一言不发的小伙伴 不仅是这个孤独旅程里的重要陪伴 而且还能让很多 本来很艰难的战斗 变得简单了一点 说到难度 法环 真的不难 真的 换个说法 它肯定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 而且越玩越简单 其实现在死亡的压力已经很小了 如果是过去的混乱游戏 你要么就只能磨练自己的心智 要么就只能找一个过去玩过的关卡刷钱 但法环不一样 真正的开放世界游戏 每一个方向都是千金的方向 打不过 不要紧 你还有各种小怪可以杀 你还有道具没捡 有商人要见 还有各种大路小路 城门墓穴要开 有的是事情等着你做 当然 法环也并没有丢掉 from software擅长的那些盘根错节 庞大又立体的关卡 几个主线boss的城池 甚至都像从过往混游戏里直接拉出来的 把这几个关卡拆出来 就是一个和过去一样长度的混游戏 这样想的话 法环真是加量不加价 性价比之王啊 而这次他面向的群体 不限于是过去的from software的游戏玩家 存档点贴心的令人哭泣 你还可以在宁母阁服地区 一点点学会游戏推进的方式和战斗的窍门 真的是 老菜鸡 也有春天 而且游戏提供的成长空间和方式非常多 有一万种方法可以变强 不需要攻略 也不需要刷籍 每一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成长路径 比如就学会鲜血斩一招 然后疯狂用 到了游戏中期 再菜的人都能找到方法 一招先吃遍天 当然 当你觉得自己已经独孤求败 很快就会 总不可能每个都给你逃课吧 法环一钩有八十多个boss呢 八十多个啊朋友们去除掉复制粘贴 怎么着也有五六十个完全独特的boss吧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如果你还没有玩 应该会听到玩过的朋友高呼 内容多 但是还是一头雾水 我觉得 应该这样说 其他的所谓流程长的游戏 其实都只有十几个小时的独特内容 然后复制个八次 而法环 则是一个真正的 一百小时不重复的 内容多的游戏 甚至可以说 这是我见过 有最多手工雕琢内容的开放世界游戏 不仅内容丰富 法环的交界地跟海大陆王国一样 是一个冒险的乐园 法环把系列基因里复杂交错的建筑结构 延展成了一片纵横交灌的大陆 这个会呼吸的奇幻世界 有着风鸾叠仗的奇景 和无数等着你亲自发现的秘密空间 虽然是手工打造的 但却像是自然发生 真实存在过的一样 是真正的撬夺天宫 我总是在地图上 标好自己要去的目标 却在赶路的途中 被奇形怪状的景色和建筑 吸引了注意力 然后完全迷失在一个未知的方向 在忙于应付各种敌人 漫步了很久之后 在我完全无法想象到的地方 竟然误打误撞地 发现了藏在这里的这么多故事 敌人 甚至是壮阔的奇观 这种时刻 雌穷的我只能说得出一句 哇 我只能口头描述一下 那个感觉 因为没有预期 这种惊喜的哇时刻 给我的感觉非常私人 我甚至觉得 它就是只属于我自己的一个冒险 事实上 大家的感觉也都是这样的 我跟玩过的朋友简单交流 真的 大家每个人旅行的顺序 发现的武器 触发的任务 都完全不一样 游戏完全不担心 玩家不能玩到制作者 做出的所有内容 反而通过刻意藏起来相当多的内容 让整个世界显得不可预测 甚至无穷无尽 法环在这个方面 还是有和旷野之息 很不一样的做法的 因为法环刻意地竖起了 很多高墙和关卡 让游戏的很多地方 看起来像线性的 但其实都有意留下了小门 虽然这些小门 只有少数玩家 才能误打误撞的发现 但对于发现的人来说 这却成了仅属于他们的 哇奥时刻 宫崎英高 太会了 我在玩阿尔登法环的时候 注意到自己有一个 很明显的心态变化 因为法环的成长系统限制 可能大部分剪刀的武器和装备 都是用不了的 这样在体验游戏开头的时候 很懊恼 剪刀的东西都没用啊 但后来我就不再介意这点了 剪刀什么根本不重要 我不需要那些虚拟资产 来让我感觉到有成就感 我发现玩这个游戏的最大动力就是 世界那么大 我想去看看 这才是法环的乐趣所在 虽然它还是有不低的门槛 但我还是想把它推荐给每一个人 因为我觉得 法环的交界地 成为了极旷野之息的海拉鲁王国之后 又一个必须要到访的虚拟世界 相信你也会一拿起手柄 情不自禁就会感叹 啊 真好玩啊 要我停下法环之旅做视频 真是太不容易了 还不赶快留下三连 像我这样就能够掉 为什么 你不停下来 谢谢观看